- 現在還沒人啊 哈囉 大家午安 哈囉 今天 是十總監生日 那十總監生日呢 要特別送禮物 給今天有看直播的你好 剛進總監直播間的人 如果聽到總監的聲音幫總監留言有 謝謝 然後呢一樣 進入上班黑客直播間的都來自我介紹 怎麼自我介紹呢 講出你的小明 你住哪裡跟你現在做什麼行業賺錢 比方說小美住台南賣冰淇淋就小美台南冰淇淋 阿明在宜蘭賣鴨賞就阿明宜蘭鴨賞 好謝謝請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好那進直播間的朋友們 你們今天中午吃了沒啊 中午吃過人幫總監寫吃過了 沒吃過幫總監留言還沒 總監也還沒吃 那總監今天嘗試呢 要用這個鍋子 吃飽了誰吃飽了 謝謝我們的 好我們的陳 陳吃飽了 記得喔 進總監直播間 請自我介紹你的姓名 住哪裡你現在主要做的行業貨你靠什麼賺錢 比方說小美 住台南賣冰淇淋就小美台南冰淇淋 好 那總監今天要邊直播呢邊跟大家 分享一下 普通人 如何掌握 掌握 掌握 短影音的趨勢 賺錢 那首先呢今天是總監的生日呢 所以今天要送禮物啦 小陳雲林要學系學生 不錯不錯大吉啦 好今天啊 進直播的人來點首頁 這邊這邊 點首頁進連結加入總監 說 拿 生日禮物 總監就送你上班黑客TikTok策略腦圖 想不想要 想要的人先來幫總監留言 想要 好小林又來了 好久不見 小林台中薪水小偷 趕快趕快 想要拿 生日禮物的人 點首頁加入總監的 留言生日禮物 總監就送你上班黑客 上班黑客帳號策略圖 好 那進行直播的人現在吃過飯了沒 來 胖兔彰化 我愛雅惠 趁亂告白 雅惠 胖兔愛你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中午不管你有沒有吃過總監呢現在要嘗試用這個鍋子爆爆米花 不知道有沒有試過不知道這個可不可以爆 你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口味是什麼 奶油 奶油 奶油口味 而這個是 是甜鹹 甜鹹口 謝謝 謝謝佳宏姐 大家記得要去我們佳宏姐的帳號 去給他關注 和留言 他現在做一人絲兩腳的分身劇場 相當的活潑有趣 謝謝 車燈專家 台南 車燈專家記得爆上你的小明 總監比較好跟你互動 好 我們先來爆先爆爆米花 希望 要爆 甜鹹口味的 幫總監留言 1 那想要爆玉米口味的 幫總監留言 2 要爆甜鹹口味的1 玉米的2 來 佳宏姐說要 總監 吃太甜的 所以呢 我決定先弄甜鹹的 大家有沒有試過用這種鍋子直接爆爆米花 分享一些 PayPal給總監 一下 我們來試看看 來 來 今天呢 總監生日 所以總監要送禮物 點首頁 加入總監的LINE 加入總監的LINE 留言 生日禮物 留言生日禮物 就會送 送什麼給你呢 送 上班黑客帳號策略圖給你 來 來 看這個 有沒有人試過用這個鍋子爆 來 來試看看喔 試看看 蓋上鍋子 有沒有人試過用這個爆 沒有 沒有 沒試過 我也沒試過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先火不要太大 我小一點 好 剛進總監直播間的人呢 幫總監留言 自我介紹 你姓名 住哪裡 那你現在靠什麼賺錢 佳宏姐謝謝 記得今天總監生日 跟總監說生日快樂 然後呢 總監要送禮物給你喔 來 進總監 的首頁點 點LINE 留言生日禮物 就送你上班黑客 上班黑客帳號策略圖 好 那大家有沒有去收到一個新聞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J卡 大家我們去收一個新聞 你們知道2022 YouTube的發展方向 重新出來了 想知道嗎 想知道今年YouTube的重點方向是什麼嗎 我關小一點好了 不然我怕等一下我會毀容 大家想知道今年 小亨 總監生日快樂 謝謝 剛進總監直播間的人請留言 請留言你的姓名 那你住哪裡靠什麼賺錢 用這個鍋子的話要火 要 中火還是小火還是大火 有沒有人有經驗跟總監講一下 還是要火小一點 總監火小一點好了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好 大家想知道YouTube 2022的發展方向 主要有 一個重點 就是一個重點 短 影 音 短 影音 有沒有人在YouTube上面看過YouTube shoes 有的幫總監留言有 有 你有看過YouTube shoes YouTube shoes YouTube shoes 火太大應該會燒焦 好 我現在把他轉小火 轉小火 等一下看他會不會爆 我把他轉小火 好 謝謝 進總監直播間 記得自我介紹你姓名 住哪裡 現在做什麼行業賺錢 比方說小美台南賣冰淇淋 就幫總監留言 小美台南冰淇淋 好謝謝 YouTube啊 在上個禮拜五 發佈了他 2022的 重點發展方向 重心就是 全面投入在 YouTube shoes 上面 要提早關火 不然會焦掉 真的嗎 要搖一搖是不是 好我看一下 他開始爆了 你看看開始爆了 開始爆了 好像不用搖 哎喲喲喲 爆起來了 嚇我一跳 你們看爆起來了 用這個 他自己會爆兩邊看 我嚇一跳太興奮 沒有 沒有試過 像小朋友 房地產 欸 Decco 房地產 喔 我有印象 我有去你那邊留言了 我們要去找我們那個 傑哥傑哥 房產傑哥 有任何房產的事情問他 房產傑哥 請大家關注傑哥 你們看 抱起來了抱起來 好像不能打開 我打開他就噴出來了 大家趕快去關注一件事情 就是YouTube 他今年的發展方向 就是 Shoes 有用過YouTube shoes的人 幫總監留言有 幫總監留言有 然後呢 也分享一下你用過YouTube shoes 之後你覺得跟 TTALK的差異 搖一搖是最好爆之後 真的嗎 那我再試一次看看 你說搖一搖是不是 欸真的耶 真的要搖一搖耶 好像有點焦掉了 蠻失敗的 看來今天沒有娃娃跟食環搬我 真的有點焦掉了 所以火速再關小一點 那我火再關小一點 真的有點 有點有點那個 所以要搖一搖是不是 喔第一次爆 沒爆過喔 好像奶油不太夠 有點焦掉了 好 然後再把他關小一點 好 那鋼筋總監直播間的人 記得呢 去首頁 加入總監 LINE AT 然後留言生日禮物 那總監 總監會送你上班黑客帳號的 策略腦圖 好 謝謝 謝謝謝謝 那YouTube Shoes呢 他有發佈他的 今年的重點 是第一 他 獲得一個 驚人的數據 你們知道 你們猜看看 YouTube Shoes 去年 2021 總共 多少 觀看人次 猜一下 突破一兆 突破一兆 大家猜一下 YouTube Shoes 去年全球 觀看人次 多少 謝謝 謝謝我們又有朋友 祝我生日快樂 謝謝我們的小小隻 五 五兆 五兆 賴群 這是賴嗎 首頁這個是LINE AT 對 20億沒有五兆 觀看人次五兆 YouTube Shoes才斷斷一年 就創造了五兆的觀看人次 所以今年 2022 YouTube Shoes YouTube 持續加碼 YouTube Shoes 他要增加什麼功能呢 第一 他要增加 你可以拍影片 留言回覆 觀眾 第一個 而第二個 重點來囉 跟我們每個人都有關係喔 他考慮 要在YouTube Shoes 影片播放的時候 讓我們加上 購物連結 有聽懂了嗎 大家聽懂什麼叫做影片播放的時候可以加購物連結嗎 懂他意思嗎 這個就是大陸抖音的 小房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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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期盼已久的TTALK小房車 到底什麼時候會有 不知道 但是YouTube已經講了他今年 他 家豪謝謝 你不是在上班嗎 怎麼可以翹班呢 我們記得去找我們的家豪 潛談關係的家豪 記得關注家豪你就可以獲得滿滿的親密關係如何促進 如何在感情中 去存錢 而不是要疑問的消耗 第二點YouTube說 他會在影片中開放 加入連結的功能 看來這次抱著非常失敗 並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 抱失敗 所以呢 來開一下 沒有抱成功 抱不起來 只抱了一兩個 然後呢有一些 已經膠掉了 抱不起來 對 所以剛剛有人說可能要搖一搖 可能是奶油不太夠啦 他失敗了 失敗了 這次抱失敗了 抱失敗怎麼辦呢 好像抱不起來了 還是要開牆一點 有沒有人可以給總之間分享一下 我看現在好像抱不太起來 對啊 好像抱不太起來 再試一下 有沒有人試過啊 下次請娃娃抱 真的要請娃娃抱啦 沒有辦法 謝謝謝謝生日快樂 我抱不太起來也交掉了 所以 似乎這鍋子沒辦法抱 他只能煮麵跟煮那個 浮跳牆而已 算了算了算了 加油就算了 加油就算了 再抱一次 好好好 佳宏姐在教我 有人說可能要用平底鍋啦 有有有有 有有有 你看你看你看 大家有沒有看到 開始抱了開始抱了 開始抱了有有有有有 是熱度不夠 熱度不夠 大家有沒有看到 爆起來了爆起來了爆起來了 爆起來了爆起來了好好好 爆失敗準備新的一鍋 有有有有看到了沒有 爆起來了爆起來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 爆起來了爆起來了 爆起來了 真的爆起來了 原來是我剛火不夠 火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用中火 爆起來了 大家看到了沒有 爆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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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歡看你的幹片 不能說幹片 要說爽片 看總監的頻道 我們要培養素養 要講爽片 好不好 再幫總監留言一次 我很喜歡看你的爽片 我們留言要文雅一點 謝謝 我還有一包 我看包我差不多了 謝謝小小子 你看你看 來吃看看 來吃看看 來你看 看好不好吃 先爆的先爆的 嗯 我覺得 我的爆米花爆完之後 有一個特色 它有咖啡味 它有深焙咖啡的咖啡味 大家看看 還行還行 還蠻好吃的 來 嗯 來 爆起來了 剛剛齁 有個網友跟我說 爆的時候呢 它原本奶油跟玉米的時候 你要稍微攪一下 那我剛剛一開始沒有攪 所以呢 它有一點焦掉 但是還蠻好吃的咧 欸 怎麼吃東西人變多了 但有點焦味 我看底下是不是有燒焦 嗯 有 一開始有焦掉 對 但整體來說還不錯 來來來 來 嗯 團購爆米花嗎 欸 想團購爆米花幫總監留言想喔 我有認識爆米花廠商啊 但自己爆的不一樣 你喜歡娃娃的影片 你喜歡娃娃的影片 我也喜歡啊 但是 他今天要上班 下禮拜 下禮拜四 會跟我娃娃直播 大家注意一下 好 好 剛剛還記得總監講呢 Youtube公布2022 Youtube的發展方向 重點在哪裡 重點就在Youtube的shoes 所以呢 今天 有經營 你在Ttok上面 你是看影片的人幫總監留言1 你是拍影片的人留言2 你又看影片 你又拍影片幫總監留言3 嘿 防小胖謝謝 大家請關注防小胖 來 你是 看抖音的滑抖音的留言1 那你是 拍抖音的留言2 你是看抖音又拍抖音留言3 好 佳虹姐是3 小隻是1 那我問佳虹姐 防小胖是3 你們Youtube上傳了嗎 你們Youtube有上傳嗎 指示總監 你現在搜尋 Youtube 你打上班黑客牛肉麵 我有一支影片 已經 64萬觀看 64萬觀看 上班黑客牛肉麵 我這支影片 上禮拜五 才30萬觀看 30萬觀看而已 你知道嗎 我在6日 在Youtube 加多少觀看你知道嗎 30萬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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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防小胖 不太懂Youtube 術食機制 我上傳了 但沒人看 那你怎麼不會 學總監怎麼上傳 怎麼不學總監怎麼上傳 我洩題給你了啊 不是你隨便傳而已啊 你要學總監怎麼傳 想不想知道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想的人幫總監留言想 謝謝 你不要錯過 最後一次 經營Youtube的機會 就是短影音 你上網去搜 2022 Youtube發展方向 重心就是壓短影音 Youtube都已經洩題給你了 你還要PO長影片嗎 你為什麼不拍短影音 不上傳短影音呢 來小胖跟家狼姐 為什麼你們還沒有上傳YoutubeShoe 你知道為什麼嗎 第一 你的影片 一定 一定要60秒內 如果你超過60秒 剛好60秒整 你就會跑到長影片演算法 完全沒有油量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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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影片要拍直視 9比16 9比16 記得要直視 沒那麼複雜 你跟抖音的規格 抖音的規格 有人問說要解決Youtube的50%稅率 這個我等一下分享 這個跟觀念有關係 我們先講到一些技術面的 我們經營自媒體啊 既要你要有心法策略面 你也要有操作的戰術執行層面 等一下我來回答你 剛進總監直播間的人幫總監 自我介紹一下你的姓名 住哪裡 做什麼行業的 60秒內 直視影片 所以你跟抖音一模一樣就好 那你不要問我總監 那live room怎麼辦呢 live room怎麼辦呢 如果你有時間當然多傳啊 但如果你時間有限的話呢 總監建議 先以Youtube為主 第三 第三 你現在 把手機的Youtube打開 有打開的人 點開SUSE 或是你直接搜尋 上班黑客牛肉麵 上班黑客 大家記得要去幫我們的嘉鴻姐按讚 還有我們的阿維齁大夜宗 那阿維你要好好聽 你現在如果你有想要做網路 做電商 做買賣 做實體 你都要聽聽聽聽聽的重點 今天總監生日送禮物 總監生日送禮物 送什麼 送上班黑客帳號策略圖 想不想要 想要對不對 來 點首頁進入liet留言 點 三日禮物 對 總監要分享上班黑客從0到1的策略圖 好 重點來了 第三 你們現在 阿某 全省營造業二包 營造業最近很缺工對不對 台積電台南要擴廠了 現在搜尋 Youtube打開 搜尋上班黑客牛肉麵 搜尋上班黑客牛肉麵 搜尋好的 顯示那支影片的人幫總監留言 好了 來好了 因為我看不到你的手機 必須要靠你們回應 我才知道你們現在到哪裡 好已經有搜尋到Youtube shoes 搜尋上班黑客牛肉麵 跑出來那支64萬的影片之後呢 跟總監回留言說 有 好了 留言好了 好小方 香氛蜂燭製作 香氛蜂燭 你一定要做短影音 好的 幫總監留言一下 你已經在Youtube shoes 收到總監 上班黑客牛肉麵的支影片 好了齁 我的標題 是不是有打緊字號標籤 有沒有 你隨便挑一個點進去 隨便挑一個點進去 shoes是不是會告訴你 這個標籤 有多少影片幾個頻道 有包含在裡面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像不像Ttok的標籤 認為像的 幫總監留言像 來趕快 我們一步一步來 這包米花還真的蠻好吃的 可是剛剛一開始 總監應該要先把那個奶油跟 那個玉米液 把它稍微和一下 好吃 來好了 趕快 下一步 Youtube shoes的影片包籤像不像 房產結割像不像 這代表什麼 他用同一套演算法 他用同一套演算法 所以為什麼你上傳的Youtube shoes流量低 總監的流量高 因為我會先去搜我要打的標籤 跟我的內容有相關 像我牛肉麵 美女 Ttalk 或是我上班黑客蛋炒飯那一隻 我有打外送員 因為平台已經累積了這個標籤 有頻道有影片播放過 有觀看數據 這個才能幫你去找出 第一流量詞 懂嗎 總監幫你總監留言懂了 不懂沒關係 不懂在留言 今天大放送 乾貨滿滿持續輸出 所以你要怎麼上傳 你上傳 你一定要打標籤 不然平台 不知道要給誰看 有嗎 如果你有收穫的話呢 可以給總監點愛心好不好 給總監點個愛心 因為YouTube Shoes很重要 你一定要去經營 等一下總監點會說 為什麼YouTube Shoes 相對於Line 我會優先做YouTube Shoes 所以你懂了嗎 你今天要上傳影片 如果你原本在Ttalk的影片 有我們的同學沒看到 搜尋上班黑客 空運格 牛肉面 牛肉面 好 所以你今天上傳YouTube Shoes 你一定要打標籤 打得有意義 甚至你還要多打兩個標籤 Ttalk跟 Shoes S-H-O-R-T-S 這兩個標籤你可以打 但是這樣的標籤非常的廣 不夠近 你必須要去把你影片中的主題標籤打進去 好 那講到這邊 大家有沒有懂了 它的演算法 跟Ttalk同一套 同一套 然後更重要的來了 我跟你們講 你們知道2月4號臉書發生什麼事情嗎 一天暴跌26% 總監在2021年 2020年買的臉書的股票 210塊 一天暴跌 為什麼 因為他用戶數下滑了 所以呢 創辦人 主客博說 未來啊 社交平台都要走向抖音化 什麼意思 平台中心化的去推送內容 所以你現在 如果進去臉書的watch 有打標籤的 一樣你點進去他還告訴你 還有這個標籤的影片有哪些 這不是抖音演算法嗎 這麼重要 所以你上傳youtube秀史 不是傳上去而已 你必須標籤要打的有用 有意義 好 那傑哥你問的關於臉書的部分呢 我最近比較沒有在研究 為什麼 因為投資報酬率太低了 總監算一個數據給你們 我一樣在2020年的11月 開始經營上班黑客 同步 臉書 抖音 YouTube 都有經營 一年後 到了2021的11月 上班黑客的粉絲是 11萬7千 臉書 一樣內容發了 500沒有 我還有買廣告喔 還沒有破千喔 喔 小編怎樣 多少了 我們上班黑客粉絲現在多少 好我們小編看一下 YouTube YouTube其實總監 在同步經營抖音的時候 就有經營YouTube了 但是他一年了 到去年11月 只有將近1000個 1000不到的訂閱 快 好 總監的臉書是660 臉書真的500沒有 360而已 YouTube經營一年 原本到去年11月是660喔 你們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去年11月到現在 才將近三個月 總監的YouTube shoes 從660增加到現在快破5000了 為什麼 真的是我變強了嗎 沒有 你看我爆米花包含這樣 我並沒有變強 但是我可以吃爆米花 好吃 因為平台現在推shoes 平台現在推shoes 這樣懂了嗎 平台推shoes 你最後 能把YouTube頻道經營起來的機會 就是做shoes 所以你剩下一定要做 第三 對 就是因為短影音需求太大 太大 第三 YouTube 要增加 直播的時候 你可以跟其他帳號同框直播 這是什麼 這不是就是現在這個嗎 友誼PK在嗎 直播的時候 你可以跟其他直播同框直播嘛 對不對 來 可以問 來 請問你的姓名是什麼 所以大家懂懂你的意思嗎 好 我們的幽默男生 大家記得去關注一下 來 你多幽默 現場聊一下總監 聊到了總監就回答你問題 來 看你多幽默 好 所以你看 現在YouTube他那麼重視短影音 你還把內容重心放在Line嗎 先放YouTube 為什麼先放YouTube 如果你同時間有長影片 你要讓長影片的推薦標準跟短影片不一樣 長影片是根據有訂閱你頻道觀眾做推薦 沒訂閱你頻道的人幾乎很難看到你的影片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先用短影音曝光去拉粉之後 平台再幫你把長影片推給用部 懂那個邏輯了齁 然後再來 YouTube他說要開放直播連播功能 重點來了 還要開放 什麼呢 直播 購物功能 這不是你們最想的嗎 直播購物功能嗎 所以請你們現在 禮拜六或禮拜天早上 把YouTube打開 點直播 已經有菜市場賣魚的大哥 邊現場賣魚邊YouTube開直播了 這代表什麼 大家猜一下 這代表一個賺錢的機會 好 我們捷哥有說SUS還沒有流量變現金對不對 國外有了 台灣還沒 你放心 只要國外有開發測試完台灣 就會有 他有成立獎勵YouTubeSUS的創作基金 好 好 好要慶齁 我想問你流量不穩是標籤設定不夠適合嗎 來等一下回你齁 你先聊總監一下 哈哈哈哈 好 我可以跟你講 因為我不知道你帳號 大概旗號多久 大概旗號多久 你可能要再 講清楚一下 齁 所以你看喔 YouTube他的重心在SUS跟直播上面 那你現在 經營YouTube你還拍影片嗎 你除了抖音之外 你只經營LINE嗎 你要經營YouTubeSUS 這樣懂了嗎 再來最後 再來最後 海灣人 海灣人 現在要用手機 搜尋產品 搜尋餐廳的時候 是用什麼 海灣人用手機搜尋 用什麼軟體 留言一下 谷歌嘛 那總監問你 谷歌 現在會優先 揮劍的內容就是 地圖 跟 什麼 YouTube影片 所以你上傳 YouTubeSUS可以做什麼 關鍵自行銷 關鍵自行銷 所以你想想看喔 你的影片放在TikTok 它是主動 主動幫你找目標觀眾 而你放SUS 有機會 被動的 被動的 找到 精準目標客 所以你認為 是不是在台灣 我們要同步TikTok 加YouTubeSUS經營 認同的幫總監留言 認同 謝謝 來 形象跟婚禮 自我介紹一下 你在哪一個區域去拍 你一定要拍 短影片 短影片最強調什麼 短影片第一強調就是 視覺化 視覺化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為什麼做吃的內容 流量一定比我們口說高 為什麼 因為你做吃的影片 在前兩秒 我就知道你在幹什麼 做吃的不知道啊 今天總監直播沒有放一個爆米花 搞不好有人就滑走了 因為看總監 一個男生 長得像層次內 戴個眼鏡 不感興趣 今天也沒有女生跟我一起 可是我弄個爆米花 你就覺得感興趣嘛 所以視覺非常重要 所以 剛剛這位我們的粉絲 他叫什麼名字 我們的 你可以留言一下 你婚紗類的內容 他非常的吃視覺 你當然要用 你當然要做 我像層次內啊 我是帥版的真人版層次內 認同嗎 今天我生日 我講話比較 囂張一點 好 那剛剛那個要慶 你說你流氧不穩定 我不知道你流氧不穩定的落差到多大 現在台灣TikTok經營的人太多了 如果你說你平均 可能我是你朋友 如果你說你平均影片是過萬 有一些影片是破五萬 那破五萬代表你上推 沒有破五萬 你一般帳號如果維持在八千到一萬 那是正常的 那是正常的 對 好 所以呢 有沒有可能 YouTube Shoes 會比台灣TikTok 更早開放 購物車連結 有沒有可能 如果有可能的話 你是開放再去經營 還是現在跟總監一樣 踩進去了 當然是現在 因為他的演算法跟抖音一樣 沒有做抖音的那些人不懂 到底Shoes怎麼推 很簡單 你去看只要是大陸搬運出來的視頻 他經營YouTube Shoes都有打 標籤 標題也是下給人看有互動 但是如果是台灣人經營的 沒有做過抖音的 他還是照以前的方式 再更新YouTube 流量當然有差異 對不對 流量當然有差異 所以你要同時做到 抖音幫你主動去找 精準的觀眾 同時 又被動 透過YouTube演算法 幫你找到精準用戶 你當然是TikTok加YouTube 兩邊都經營對不對 現在開始就做 因為YouTube很明顯 他把他的重心方向 放到YouTube Shoes上面 了解嗎 那當然YouTube還有說 他今年會增加那個 VOD內容 隨選集看 簡單來說就是 你可以在YouTube上面看電影 就這三大方向 對 好 那剛進總監直播 先總監再鴻覆一下 今天總監生日 總監送禮物給你 來 你頭像到首頁 加入LINE 留言 留言 留言生日禮物 總監送你上班黑客 黑客帳號 從0到1的啟動腦圖 小編怎樣 留言 TikTok攻略 來 進入 總監的Diet 留言 TikTok攻略 總監給你上班黑客帳號 0到1的腦圖 我半包衛生紙沒了 口水流光了是不是 那沒辦法 你沒有來現場 那我先吃 他真的不錯耶 我發現還蠻有趣味的 氣爆的感覺 比他一樣 還蠻好吃的 而且我加了一點炭 炭的味道 還蠻好吃的 我好像餓了 好 再來看一下 總監總沒拿茶杯 今天我一個人直播沒有人幫我 所以我先就倒在馬克杯裡面 好 剛剛有沒有人沒有聽到總監講的 關於Youtube Shoes 漢的味道是燒焦味嗎 對 鹹甜爆米花 我自己加上了炭香的味道 變炭香鹹甜爆米花 好 那所以你現在今年 欸對 因為這個茶花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是用雪山礦泉水 加上茶葉沖泡的 非常便宜 一瓶33元 一箱六瓶免運送到家 怎麼買 一樣 進總監直播間 就可以買 一箱就免運 好 那所以你今天問我 如果我一樣經營 短影音 如果我的時間有限 我該優先經營哪些頻道 不用再問了 不用再問了 就是Tiktok跟Youtube Shoes 而且Youtube Shoes 你現在一定要趕快去做 而且在台灣 如果你要出去跟人家 有點像是秀肌肉炫耀的話 你當然是要講Youtube啊 因為台灣人的認知裡面 還是刻板印象對於Youtube的認知高 而且很多人都有PO過Youtube影片 流量其差無比 所以你只要有一支影片在Youtube 透過 Shoes 你只要能破三千 你就已經比百分之八十的人厲害 這樣子有人會跟你叫板嘛 不會 所以你現在要做 好 那我們前面花了很多時間講 Shoes 就是因為 抖音現在有個問題是 台灣的Tiktok 暫時 還不會開放購物車 大家知道嗎 欸 Line的OA好像沒有開啟 自動回覆公門喔 喔 因為小編現在在吃午飯 你用濕的 用濕的 沒關係 因為我們 暫時沒有開啟這種回覆 喔 抖音 大家最期盼就是 小黃車 跟購物連結 何時來 想知道 何時來嗎 最近好像沒有新的影片 欸 鐵粉喔 你有觀察 最近我們的 影片量比較少喔 這部分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第一就是說 因為總監最近 在開 同時發布沒關係 短影片同時 YouTube跟 Tiktok發布 沒有關係 因為觀眾群不一樣 因為總監最近在開發新的課程 三月後要全面上線 實體 實體 跟線下 都有 所以最近比較忙 第二就是 總監的大將 大家有沒有發現上班 黑客的大將最近不見了 就是我們的鹹魚 鹹魚現在去 從軍了 所以暫時呢 我們的後製的戰鬥力變低了 還在培養新人中 產出比較慢一點 對 但是我還是強調在於 就是說我們產出雖然少 但是我們還是要每支影片 提供給你價值觀 為什麼 你們知道為什麼 總監一直強調 你經營頻道 你覺得真的是在經營你自己嗎 外表上你在經營你自己 但是實質上 你經營抖音 在經營什麼 在經營人群 在經營人群 現在的人 在網路上面跟你 非清非故 跟你只有三秒一分鐘的一面資源 他為何要追隨你 沒有因為領導而追隨 只有因為追隨而領導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在你頻道 有收穫跟獲得價值 為什麼 因為一般 我們上網 進電商平台 進電商平台 我們都希望我們用越少的錢 買到 越多的東西 心理諮詢師一定要做 因為做抖音是你最快 最有效 最便宜獲得流浪的方法 好 我剛剛有說 剛剛講到哪裡 一時我也忘記了 好 對 那終點來了 為什麼人群會追隨你 因為你提供價值給他 我們一般上抖音 上YouTube 我們需要花錢嗎 好 請問一下 你今天上抖音 你是 花錢的人 還是沒花錢的人 沒花錢嗎 但你花什麼 你花時間 那花一樣的時間 你稀不稀化 你有收穫 對 這是人的本性 如果沒有花錢 花時間 你的頻道 能給他們收穫的話 他們就會追隨你 關注你 所以你經營帳號的本質在 經營人群 你先有這個人群 的基礎 我們再來討論 你要怎麼賺錢 這個思維跟心態非常重要 不然也可以 你們希望看到我為了 要穩定更新做流量去拍一些 跟我以前風格不一樣的影片嗎 當你只要看到總監的影片 兩次 三次 六次 沒有收穫 沒有內容 你就會離開總監 離開之後呢 你可能再也 不會回來 上班族如何應用短影音賺錢 有辦法 有辦法 兩個方法 就是透過直播 跟拍短片開箱 台灣現在 商品開箱的內容跟頻道 非常的不多 不足 但是市場 總監本身是做網路跟廣告起家的 我跟業界都有一些接觸 但是市場現在 想要找人做短影片開箱 但這樣的人還沒那麼多 所以只要你現在是上班族 你先專注在 比方說你要針對 你要針對的是 人群要很清楚喔 你要針對的是上班族 幫他們開箱什麼 現在是不是很多 上班族喜歡看什麼東西 好我們講 上班族 工作很累 是不是很多人希望在他的書桌旁邊 放一些小物 不管是療癒的 或文具的 他想要療癒 想要讓他上班不要那麼枯燥 那這類商品 是不是網路很多商店在賣 那你首先要有人找到貨員 找到貨員之後呢 你就開箱這些商品 然後情境就是 辦公室的情境 就有機會接觸這些人群 叔叔有練過 笑那麼機車要練過 所以你還要持續的努力 記得每天睡前刷牙前 對鏡子笑30秒 放開心的去笑 你就可以笑出那麼的機車狂妄的笑容 所以 來喝茶 再來直播 等一下總結會講 今天真的是我們有機會遇到 大家我們蠻有緣的 TikTok今年 很有可能 最壞的情況是到下半年 台灣都不會開購物連結跟小環車 一樣只有首頁連結而已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你當然可以做YouTube嘛 但YouTube Shoes的流量 總監有發現一個小問題 你們知道什麼問題嗎 猜一下 YouTube Shoes的流量比TikTok 還容易跑到國外 TikTok基本上它第一流量池 會先以本地為主 但 Shoes可能直接爆到國外去 所以當這個時候如果你掛了購物連結 可是看到的人想買的人在國外 GG了 沒有辦法服務它 這個流量浪費掉了 那等一下再說 普通人 婚禮方面 現在你說婚禮TikTok 已經有一家 專門在辦婚禮的公司做抖音了 他都是把他 實際的客戶案例的片段 精華的剪出來放上去 然後標籤再打對 老公老婆婚姻結婚 就有機會達到 相關對這個議題感興趣的人群 好 再來 剛剛有我們的粉絲論到上班族 第二個方式 好 我們假設今年抖音的 小黃昌明眼睛都不會開 那怎麼辦 抖音已經洩題給你 海外抖音今年的重心 直播 就是直播 就是直播 大家有沒有發現 能同時間 把短影片 跟直播做好的人在台灣 五隻手指頭數得出來 大部分的人要嘛就是 我短影片幾乎不怎麼經營 但是我每天直播 或是說我們看到很多創作者 他有做影片 但是他直播做的很少 對 直播打賞 直播打賞 有聽過直播工會嗎 有聽過嗎 這是一般人都有機會加入的 這是一個機會 你們知道目前現在 鑽石換錢是GPG 對 沒有 100鑽石換1美金 100鑽石換1美金 那如果你加入工會的話呢 跟平台是55分 如果你沒有加入工會的話呢 你跟平台是73分 平台7你3 直播是今年台灣TikTok的一個重點 你看 你看今年 過年的時候 官方辦的活動都以直播為主 到現在還是辦友誼PK挑戰賽 所以直播打賞 是一個賺錢的機會 而且 TikTok的直播 跟之前的娛樂秀場直播不太一樣 也不是只有女生可以做 不是純秀場型 當然你看那些女生 像我去看了一下娃娃的數據 她直播的鑽石比我高 這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男生 做網路做直播天生就吃虧 天生就比較吃虧 女生比較好做 男生比較辛苦啊 你看總監這樣子要輸出乾貨 吃爆米花 還要幫你們做炭香爆米花 才有流量對不對 可是女生不用 但是這還是一個賺錢機會之外呢 你是不是也可以在直播過程中 曝光一下商品 那一樣可以請想買的人 想買的人 點首頁到網站 或是加入社群去購買 一隻講乾貨也會沒貨 這個東西是要去準備的啦 所以一般人現在就是你去拍開箱的影片 會有廠商找你合作 同時間其實你也很容易快速啟耗 第二就是做直播打賞 因為你先從直播打賞中去訓練你對於平台直播環境跟觀眾互動的掌握之後呢 你再來賣貨 你再來賣貨 就有機會有人 也要去買你的貨 那第三個問題問一下 如果今天你要直播除了賺打賞錢之外 你要做電商的話 請問 你的Tiktok首頁 你要導的連結是 一頁式的網站 還是 購物商店 猜一下 認為如果說我今天我的首頁的連結 我要放的是一頁式獨立站 還是你要放的是中和大型商城 像蝦皮這種 或你開一個皮實用的商店街 這是2 大家猜 大家想一下 你認為你的首頁1 你要放的是一頁式獨立站 還是要2 像蝦皮或是其他你自己去開的商店街這種商城 1還2 這個我們有一個粉絲 就是我們的方鼎文 他說放一頁 還有沒有人猜一下 1 方鼎文寫1 有人留言2 認為要放大型購物商城 來繼續大家猜一下 總監點要分享我的觀點給你們 不代表正確啦 但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我問一下如果你們今天是導遊 旅行團導遊有很重要的一個收入來源 是不是購物收入 那我問你 今天旅行團 你要讓他們消費跟你有關 你可以抽用的話 你是把他們帶到 封閉式免稅店 還是把他們帶到大圓百 猜一下 認為是1 封閉式的免稅店 還是2大圓百 哪一個你有可能購物獎金多 猜一下 一定是1嘛 為什麼 因為他進了那個場景跟環境 只有賣 這些東西嘛 他的決定只有 不買跟要買而已 可如果你今天把他帶到大圓百 中和商店去的話 他會有三個選擇 想買不買跟去別人那邊買 去別人那邊買 特別是你把人導到蝦皮之後 每一個人進蝦皮 就啟動了比價模式 一定蝦皮有更便宜 你思考一下 你去蝦皮今天看到 如果總監推說 茶花一瓶33元 一箱六罐免運 就真的我這樣講 你就買了嗎 不可能你去蝦皮 你一定在比價 可如果今天打來一個獨立戰 像如果你今天要買月四這個茶 找總監買 你進總監網頁 就只有這個品項這個價錢 不過想買的人跑單 所以我剛剛有分享到觀點給你們 如果認同總監剛剛分享的觀點 幫總監留言認同 謝謝 謝謝 哇這個你看 下面都焦了 你看 焦得太厲害了你看 哇 這個我不知道怎麼會那麼焦欸 對啊 好像一開始煮的時候 那個火要小一點 沒有人分享一下 好像下次煮的時候 我那個火要先轉小 那火轉小 因為不然我那個奶油 它好像先焦掉了 火先轉小 奶油不夠啦 也對對對 這奶油太少了啦 欸有可能喔 我下次爆應該就會成功了 因為我剛剛 加熱過程中奶油就沒了 啊奶油沒之後呢 又很容易焦 所以奶油應該要 炸的時候小火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先小火 可是我剛剛是裝火的時候 然後 才有起來 所以我一開始小火 然後要加奶油 然後要攪拌 然後呢 當它熱度高的時候 把它轉中火 就爆起來了 其實很好吃 有點浪費 因為它那個 一包裡面附的奶油很少 這是我請食環幫我買的 我下次直播再來爆 好 附娃娃簽名照 我立正總監買 好 我記起來了 我來問一下娃娃 下面都教了 你看 這沒辦法吃 小火你這樣 沒辦法吃 好 那所以你普通人來說 今年假使抖音沒有開 購物連結的話 你就是要先做直播 對 一夜市的 認同總監剛剛分享的 幫總監點愛心 好 來 幫總監點點一下愛心 謝謝 然後呢 現在才進直播間的 今天總監生日 今天總監生日 送禮物給你 小編我們要進 總監的LINE AT留言什麼 對 對 來點頭像 進總監的首頁 點連結 加入LINE AT留言 TikTok攻略 小編會回覆 小編會回覆 送你上班黑客 從0到1的 旗號腦圖 只有今天直播間有 只有今天直播間有 名額有限 趕快 點總監的LINE AT留言 TikTok攻略 防小胖 為什麼社群 社群還在 總監社群還在 只是現在直播的時候呢 其實總監現在都一直在試 就是說 如果TikTok 它還沒有開放直播掛連結的話 你該如何去做一個好的導流 所以像現在總監在直播 我要引導你們到 首頁點連結去拿 TikTok攻略的話 如果那個首頁我還有很多連結 是不是容易讓你們拿不到 所以這個時候我在直播的時候 我請小編把連結簡單一點 把連結只保留 就只有LINE AT的連結 那等我直播過後的時候 我可以 再把其他連結放回來 所以剛剛有幾個朋友在聊到就是說 我直播怎麼帶貨 Rita 我們要記得去關注我們的Rita 她現在目前是我們台灣 做美食探店第一人 記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做美食探店 請大家關注我們的Rita 好 所以呢 你想想看喔 如果今天你真的要透過直播 在TikTok上面帶貨的話 是不是今天你要去算 我這一小時我要介紹幾樣產品 像現在如果我要介紹的是 月市茶花的話 兩種做法 一種是這個時段 這個時段 然後 我就把連結 換成 換成月市茶花 換成月市茶花 然後 一個時段過後呢 當我現在介紹 這個飲料 這是我一個朋友代言的 叫做 Slow Cut 我們常說能量你喝了會亢奮 對不對 那這個飲料是喝了會平靜 假設像現在我喝 之後會上市 還要請總監來試喝 之後可能請總監可以來推廣 好想說我現在喝喔 喝這個飲料 聽說喝了會很鎮定 味道還不錯 它寫說無膚質完全純素 好 假設你想知道這個商品多少 那我可以引導你現在進首頁 看一下這個商品的優惠組合 僅限現在接下來10分鐘有特惠組合 點首頁買 是不是就把人打到首頁去了 這是一個方法 所以你在直播過程中 你的首頁連結要去做替換 那還有第三個方法可以做 總結現在講的是我的想法 我也正在測試中 剛好今天直播跟大家分享 第三個想法是什麼 想不想聽 如果一樣是現在目前喔 Tiktok直播不能掛連結 也沒有小黃車的話該怎麼導購 想的話幫總監留言想 我再分享第三個方法 沒有人想喔 想的人幫總監留言想喔 第三個方法 這個還蠻特別的 這個慢牛這個飲料還蠻特別的 就是 好 如果我這場直播 一小時下來 有 炭香爆米花 燒焦了 焦的真的非常厲害 嚇死人 炭香爆米花 月四茶花 慢牛 好 總監下播後 優惠 所以 只到今天晚上六點 要的人請加入總監社群 LINE AT 會有小編把購物連結給你 或幫你做訂單處理 是不是一樣可以導購 所以關鍵不是在 直播間開連結了沒 當然連結開的是最快嘛 關鍵還是在 內容 內容 你怎麼介紹 場景怎麼打造 內容加上你的引導 更重要的就是 你的產品的優惠跟組合 或是今天你要買這個組合 我直接這個送你 似乎就能增加人家 做整個打包的訂購 所以有沒有可能 可以嘗試 在還沒有掛購物連結的時候 後過直播 做賣貨 可以 你先做 當以後tiktok開放連結的時候 你不是如虎添翼了嗎 當那個時候大家還進來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直播間如何留人 如何跟觀眾互動 如何讓觀眾留言 如何設計產品 是不是如虎添翼呢 如果總監今天分享這個想法給你 到現在 你有收穫的 幫總監給愛心 或是你覺得說總監今天生日禮物 上班黑客陪你 在混亂的環境中 有點收穫的話呢 也可以給總監打賞一下 謝謝 好那重點來了喔 你們知道嗎 tiktok小黃車跟購物連結 已經在某些區域 開始運作了 英國 北美 亞洲你猜 tiktok tiktok先選哪一個國家優先開放 猜一下 亞洲 tiktok先選一個國家 做 直播 跟影片 跟影片 連結 就像我們講小黃車 小黃車 小黃車是我們俗稱講法 tiktok的官方講法 講法叫 tiktok shop 跟tiktok shopping 不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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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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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房小胖厲害喔 答案揭曉 在印尼 在印尼 為什麼 印尼的人口基數最大 破億人次 第二 印尼的蝦皮發展得非常的好 所以他在嘗試 跟印尼的蝦皮做連 做結合 在美國是跟Amazon 北美是跟Shopify Shopify S-H-O-P-I-F-Y 這個網站你要注意 他就是一個可以個人註冊成立的 獨立站商店 tiktok在2020就跟他合作了 那台灣tiktok比較尷尬 他的認定 不是大陸 但也不是國家 這樣我們的用戶數 目前才差不多要600萬 所以還不會那麼快 所以為什麼總監說 有可能 下半年 YouTube會先開 但是今天並沒有人說 tiktok直播沒有連結 我不能帶貨啊 一樣你可以把人引導到首頁去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普通人 你要在tiktok或youtube賺錢 有一個人問到關鍵字了 非常厲害 我們的Funding文 你講到跨境電商了 台灣要靠tiktok賺大錢的機會 就是四個字 跨境電商 為什麼 因為人口基礎大 但是他相對 門檻也高 門檻也高 這也是總監努力的方向 對 所以你講的沒有錯 是可以說跨境 那他還有很多技術層面要克服 首先你做跨境一定要解決 物流問題 以台灣來說 北美的亞馬遜有提供一站式服務 你把貨放進亞馬遜的倉庫 訂單給他 他會幫你把金流跟物流搞清楚 但流量要你自己做 目前北美亞馬遜有這樣的服務 所以如果要做跨境 北美是個好選擇 但關鍵來了 又會落在選品這個上面 所以他的難度是非常高 那總監未來會開發 類似的課程 甚至直接會做操作 請大家拭目以待 好 那所以有沒有可能 台灣下半年 Tiktok 會開Tiktok Shop 跟Tiktok Shopping 你們知道Tiktok Shop 跟Tiktok Shopping 差在哪裡嗎 想知道嗎 想知道幫總監留言想知道 Tiktok Shop 跟Tiktok Shopping 跟Tiktok Shopping 差在哪裡 它是兩個不同的東西喔 總結今天直播先把關鍵字都給你們 Tiktok Shop 就是在Tiktok裡面 開商店 掛商店連結 當你的Tiktok 當你的Tiktok賬號裡面 可以直接開商店的時候 你這支影片如果要link到哪一個商品連結 它就可以直接做連結 但是直播間的連結小房車 我們俗稱的小房車 叫Tiktok Shopping 你看嘛 多一個ING嘛 就差在這邊而已 那目前台灣都還沒有開 YouTube有可能會先開 好 那最後呢 今天是總監生日 送禮物 點頭像 進總監首頁加入light 留言Tiktok攻略 就送你上班黑客 從0到1的啟動攻略 好 那今天很高興喔 直播呢 跟大家分享的如何做 炭香 炭香爆米花 剛剛有粉絲跟總監說 下一次爆的時候呢 應該 多放奶油 多放奶油 然後呢 一開始先火小 當奶油 油熱了之後 再轉中火爆起來 所以總監這次爆了 失敗 但沒有關係 好 那如果呢 你覺得總監的這個茶花 總監也非常跟你推薦 因為它是用礦泉水泡的茶花 非常好喝 一瓶200冒才33元 一箱免運到家 怎麼買 一樣 下線後 點總監首頁 到總監首頁連結購買 好 會 請關注總監的 十總監 我還有兩個帳號 十總監機制生活 跟十總監無心開獎 課程類的內容 我會以十總監無心開獎為主 無心開獎講的多半是帳號怎麼做 十總監機制生活 我未來的方向 是以賺錢項目分享為主 你今天要賺錢 你不一定要經營抖音 但是你可以知道如何用抖音賺錢 但關鍵是有很多人 你要獲得流浪錢 你要先思考 你的產品跟服務是什麼 那總監那個帳號 未來會跟你們分享 投資加盟創業的項目 甚至會跟一些總監選過 這個廠商是好的 創業項目是有機會的 總監會跟他們合作 辦說明會 透過我的觀點 讓你們了解 這個項目他可不可以做 所以我的三個帳號不太一樣 而我上班黑客 今年重點就是以直播為主 有沒有發現總監的直播很特別 我都在很爛的時間 時間很爛 但是在線人數也還好 我不斷的在測試一些不同的方法 那一段時間 我就會把我測試的東西 跟大家做分享 好 那我們今天呢 等一下我要開會 那我下線前呢 我們最後提供三個問題 來幫大家做回覆 請大家留言 有問題 留言給總監 好謝謝 謝謝給總監打賞 謝謝你的生日禮物 好有沒有問題 三個問題 開放一下三個問題 今天滿多朋友 我們那個傑哥 傑哥那個台南的房子 是不是還有空間 趕快再跟你請教一下 我覺得台南真的是非常棒 台北房子實在太貴了 來三個問題 歡迎留言 甜度多少 你說的是這個 慢牛嗎 他沒糖耶 可是有甜味耶 你看一下 他完全無糖耶 可是喝起來有那種 還是有那種爽口的感覺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是完全無糖 然後他250ml 零大卡 對這個之後總監會跟他談 可能會直播或是分享 花茶的話 你說花茶無糖喔 花茶無糖喔 直播從零開始要準備什麼 來分享一個小干貨給你們 如果你們加入公會 如果你們加入公會 不用一千粉絲就可以直播 如果你沒有加入公會 你必須要一千粉絲 所以如果有想要做直播的 也可以走留言 Light你想了解 直播公會 總監可以推薦給你 好 再來兩個問題 準備的東西比較複雜一點 我覺得第一你要準備 當然是你要講的主題是什麼 跟你在直播過程中 你要引導用戶到首頁連結去 你要給他們什麼回饋 這你要去設計一下 我想問 貨源喔 淘寶還是一個主要的貨源 因為你說的貨源不太一定 因為總監要知道你要的類型是什麼 但是如果說你是一些生活雜物來說的話呢 淘寶是最快的 因為淘寶運用台灣來 最最快也是三四天就到了 對 可以 直播影片下播之後可以看回放 回放的地方 它會保留90天 建議下載 下載下來 再上傳YouTube 再做一個內容 好 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 謝謝 謝謝我們剛剛那個 阿貴 房廠阿貴有給總監 講禮物 來 最後一個問題 房小胖說要看公會 對 要看公會 對 但是其實 可能今年下半年會有蠻多公會 公會會組成 那他們同時間就會搶人 所以未來我相信只要加入公會 開始四播過關的人 可能就不用 真的是不用零粉就可以直播了 好 好那今天呢 謝謝大家齁 在總監生日的時候陪我直播 那總監當然要送禮物給你們啦 那一樣最後提醒 進 首頁 加入總監LINE AT留言 TikTok攻略 總監就送你上班黑客 從0到1的啟動攻略 好 那最後呢 請大家 在幫總監留言 生日快樂 謝謝 謝謝 還在線的人 幫總監留言一下 謝謝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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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